给何排污当托 请首尔摸摸自己的良心 环球时报社评 韩国政府派遣的福岛核污染水考察团 将于5月26日结束备受争议的行程 启程回国 总体来看 这次考察基本上印证了 韩国国内舆论此前所批评的 这是一次没有直接采样 未公开考察团人员名单 没有媒体监督的三无考察 更为关键的是 考察团团长有关此行 将有助于韩方 在福岛核污染水安全性评估方面 取得进展的表态 引发了人们对韩方 可能在这个问题上 给日方放水担忧 这种担忧绝非启人忧天 自从韩日首脑商定派遣考察团仪式后 在整个考察团形成协商的过程中 韩方预先设想的目标和调查范围 就一再被日本方面否定 先是此前 韩国期待的将评估核污染水排海安全性 韩日联合调查核污染水成分和物质 被日方直接否决 称此行只是让韩方加深对日方计划的理解 日方没有义务接受别国的查验要求 接着日方又以这是政府之间的事为由 拒绝韩方希望有民间专家参与考察的诉求 还不让媒体参与一点不给韩国面子 连实地取样都没有 韩国考察团考察的是什么 按韩国反对人士的话说 是给日本送免罪服去的 参加这样的考察对专业人员来说是一种耻辱 这还不是简单走个过场的问题 可以断定 这一次的考察一定会被东京利用作文章 日本还有可能借此施压要求韩国开放福岛 及其周边地区水产品进口 近段时间以来为了减少核污染水排放计划的 国际阻力和倒影成本 日本加紧对相关国家和国际机构进行公关 并组织各种演出来掩人耳目 回销视频 韩国考察团就是倒贴上来的群众演员 如果说日本政府的不管不顾 是为了图省事省钱的话 那么韩国政府最近在福岛核污染水排放问题上 表现出的暧昧与动摇 则展现出耻辱外交的可怕一面 二者都是对其国民的背叛 对公共利益的不负责任 作为禁令 韩国无疑是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的重要攸关方之一 在日本执意选择将核污染水排海 这一最不负责任的处理方式之后 韩国当时的反应是很激烈的 他立即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提出严正抗议 还一度要研究把日本够上国际法庭 然而就在美国气候问题特使 在关键时刻访问了韩国之后 首尔的态度就出现了微妙的转变 尤其以需业政府一改前任政府 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放计划的坚定反对态度 甚至还主动为日本冒天下之大不为的举动作解释 为遵循华盛顿的旨意 追求韩日关系的缓和 以需业政府先是在历史问题上虚辱退让 现在又要在核污染水问题上给日本开绿灯 首尔送给东京的这两份大力 同时也是扎在韩国自己身上的两道 在各方压力之下 韩国总统办公室秘书市长24日称 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 认可日本福岛核污染水的安全性 那么韩国会直接接受其结果 或不会反对核污染水排海 这等同于韩国放弃了在这个问题上的 自主性和主动性 反而是消极躺平 目前IAEA技术工作组 尚未完成对日方排海方案的评估 未得出最终结论 但指出了一系列日方排海方案 同机构安全标准不符之处 但日本于去年7月就强行批准核污染水排海方案 不仅不把IAEA放在眼里 还试图影响利用IAEA的评估审查进程 为日本排海寻求通行证 营造核污染水排海安全无害的假象 辅导核污染水排海的危害是明摆着的 日方没有把心思放在严肃回应和解决国际社会关切之上 而是企图利用一切机会推动核污染水排放 包括请来韩国考察团这样的拖 然而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绝不是日方一家私事 太平洋更不是日本的下水道 由此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 都绝非日韩两国政府可以承担 在这个问题上请东京还有首尔都要摸着自己的良心做决定